男友中五百万后失踪了 正在我以为他被谋财害命 准备报警时 没想到我也中了五个亿 他甩了我和班花结婚 我抱着校草 抢了他用来装逼的豪宅 还收购了他家的祖宅 改成了洗脚城 我呆坐着 三十块钱买的白色连衣裙 裙脚一大片污渍 在热火朝天的烧烤店里 像个凄凉的傻子 我的男友中了五百万彩票 尖叫和兴奋过后 他说出去接个电话 然后一去不回 一小时前 我和男友罗裕一起外出吃饭 这家店我馋很久了 店面装修明亮精致 大厨房透过巨大玻璃窗 一览无余 一个戴着头巾 个子高高的男生 给我递了菜单 羊肉串来二十串 蜜枝五花来十串 我看看还有简咏四串 蒜香烤茄子 要烤嫩嫩的 两个奶香烤馒头 多刷酱多刷酱 坐在对面的罗裕 扑痴笑出声 干嘛 我从菜单上方盯着他 全是肉 当心变胖哦 我刚要反驳 站在一旁的小哥 却滴滴笑了 语调懒洋洋的 你女朋友都饿得一脸菜色了 你还怕他变胖 罗裕瞬间脸色难看了起来 这就是你的服务态度 当心我投诉你 他这人最心高气傲 讨厌别人讽刺他 我赶紧让小哥下去 略表歉意地朝他笑了笑 但罗裕这话 确实让我不高兴 他刚过了法考 做律师助理 月薪三千 还要贴邮费 在律所 还要体面 吃穿上面 他不愿意低人一等 每天下午还要点咖啡 我的工资不低 但养两个人就很吃紧 他体面了 我就自然而然地菜色了 最近我经常拉着他买彩票 真的是穷怕了 用两块钱买买慰藉 我看他正在看彩票的开奖直播 忍不住问他 如果你哪天真报复了 你会记得我对你的好吗 记得咱们一路走来的辛苦吗 他这搂过我 在我脸上亲了一下回答道 怎么可能 咱们可是说好 要效服到婚纱的 我满意了 彩票直播也进入了选球环节 罗玉到饮料 翻看菜单 我漫不经心地瞟了几眼 他的手机 愣住了 这这四个球都中了 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好运啊 四个球是几等奖来着 没等我脑子转过弯来 第五个红球 也中了 我的心砰砰跳了起来 这不可能吧 我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推了推罗玉 让他看屏幕 他明白发生什么事情后 一瞬间瞳孔紧缩 手里的可乐 洒到我身上都没发觉 第六个球也中了 最后一个篮球 我和罗玉对视了一眼 中 中了 全中了 我生理性的泪水 不受控制的流淌 抱着他眼面痛哭 我们有钱了 我们真的报复了 能有钱结婚了 我可以每天吃肉 不用啃馒头了 呜呜呜 他也抱着我 拍着我的后背 激动万分 正当我手足无措的 查怎么领奖时 罗玉电话响了 他示意他出去接个电话 我点点头 等我回过神来 发现 很久了 他还没回来 电话打不通 发了十几条微信 他才回了一条 他说要紧急出差 还把和老板的聊天记录 发给我看了 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没回 你确定你男朋友 不是中奖跑路了 我身后位置 忽然冒出一个人 趴在椅子上 歪头看着我 是头巾小哥 我吓一跳 下意识反驳 不可能 你别瞎说 他工作性质 就是这样 就是赶巧 我觉得他这个人 不行 以我男人的眼光 我深吸一口气 我今天的耐心 要用完了 管好你自己 你谁呀 他微微一愣 表情有点古怪 但没接我的话 修长的胳膊指着门外 小姐姐 靠男人不如靠自己 他能中大奖你也可以呀 对面就是彩票站 鬼使神拆的 我竟然跟过去了 我打了一张票 薄薄的一张 他低下头 嘖嘖嘖 然后以数字不错的名义 直接让老板 把这串号码 打了一百注 我看着手里塞的 一打紫票 脑袋突突跳 这么多 这家彩票站 不会你开的吧 他眯着眼笑了 他的眼睛 介于桃花眼 和狐狸眼之间 多情脚狭 你才发现吗 我轮着拳头就上了 他不服 万一中了呢 我连买饮料 都没中过 买一送一 他摸了摸鼻头 那我请你吃饭吧 那家烧烤店 也是我的 我果断收回了拳头 临走前 他找出一件工作服 换上吧 你那衣服沾了水 有点透 我有点脸红 擦了擦白裙子上的 褐色污渍 这是我今年 唯一买的一件新衣服 三十块 为了五周年纪念 忽然有点心酸 罗玉不仅不关心 我的胖瘦 不关心我弄脏的衣服 连今天是什么日子 他好像都根本不记得 甚至不如一个陌生人 我们一开始 也不是这样的 我们从高中就认识了 有过最美好 最单纯的时光 进入社会 压力压得我们 喘不过气 但是也一直在努力 都说默契少年穷 但等少年飞黄腾达了 还会记得那个 陪他吃苦的女孩吗 我回到家 今天发生太多事 很快就睡着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 罗玉偶尔回我几个字 电话也是几句就挂 问就说忙 机密工作 倒是和他之前出差一样 又一个星期过去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 躺在床上给他发消息 消息一直在转圈 合租房的网太差了 我咕噜道 但是想到我立马就要 有自己的房子 心情又好了不少 我已经细细规划好了 怎么用这笔钱 买个房子在这座城市安家 花个十万用来结婚 在我畅想未来时 转动得圈圈 猝不及防地变成了刺目的红色的感叹号 你已被拉入黑名单 什么情况 我疯狂地打电话 那头只有冰冷的机械女音 您拨打的用户不存在 一大早找去他公司 公司说他前两天刚辞职 手续都没办 我站在大街上 打电话问了他身边所有的朋友 没人知道他的去向 他人间蒸发了 难道真的被头巾小哥说中了 不可能 他不至于这样绝情 强烈的不安涌上我的心头 意外 传销 还是陆腹被绑架 大热天 我惊出一身冷汗 颤抖着打算报警 还没播出 闺蜜乔亮的电话拨了进来 我泪珠砸在屏幕上 亮亮 罗玉她血音 我听同学说 罗玉要和陈璐云结婚了 什么情况 你们什么时候分的手 我的手机砸在地上 屏幕四分五裂 折射我支离破碎的脸 一瞬间 我明白了 罗玉 中了五百万后 果断地去追求他之前高攀不起的初恋斑花 我还在这里担心他的生命安全 我在筹划我们的未来 你却在想怎么能甩掉我 天底下有比这更讽刺的事吗 我请假回了老家 巧了 中午到的时候 罗玉的订婚宴刚结束 看着罗玉一脸宠溺地 牵着高调美艳的高中斑花陈璐云 从酒店出来 我死死咬住唇 不让自己失态 我长呼一口气走上去 罗玉看见是我 瞬间慌了神色 而陈璐云不屑地上下打量我 皱着眉头责问罗玉 他怎么还缠着你呀 我气得浑身颤抖 他怎么能颠倒黑白 这么无耻 罗玉他妈 从后面冲了上来 大声推嗓 好聚好散 不要太难看哪 我家儿子已经订婚了 女孩子家要点脸 不要介入别人感情懂不懂 那叫小三 有没有教养啊 当初对我嘘寒问暖 说我是他家准儿媳的罗玉他妈 在大庭广众之下 骂我是小三 心里最后的一点侥幸 被击得粉碎 痛到极致 怒到极致 我的头脑 现在反而分外清明 这无耻至极的一家人 我他妈的 怎么就找了这么一家人 周围的人越来越多 对着我指指点点 陈露云靠在罗玉怀里 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的样子 罗玉他妈还在往我身上 泼最恶毒的脏水 试图逼走我 你高中时候就缠着我儿子 耽误他学习 小小年纪就学勾引男人的样子 我儿子不上当 现在又来破坏他的婚姻 我可怜 你是没爸的人 但你也不能这样 没皮没脸吧 真是啥样的妈啥样的女儿 我缓缓抬起头通红的双眼 死死盯着罗玉他妈 你再说一句 我妈试试 罗玉他妈露出惊恐的神色 退后了两步没看路 摔了个四脚朝天 我冷笑着看着他们一家 恍然溜走 从人群里 揪出一个手机摄像 都还没关的小哥 你可以发到网上 三天后 罗玉一家 准时来到派出所 和我谈和解 罗玉他妈一脸怨毒 冲着我吼 亏我儿子养了你这么多年 你还叫了我几年阿姨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你是要毁了他吗 我抽出纸巾擦了擦脸 没理他 面朝所长 我没什么阿姨 如果被告是这个态度 我就不谈了 在所长的黑脸下 罗玉他妈终于安生了 那天视频发到网上 很快就引起了关注 一开始都是骂我的 两天内 我手机收到了无数的乌言会语 小地方大家都很无聊 就喜欢谈论八卦 扒着扒着 事情就不对劲了 我的好友和熟人站出来指责男方 两方吵得不可开交时 我发了抖音 我在镜头下 平淡地讲述了一位渣男 在中头奖后 消失抛弃女友的故事 然后反手把罗玉母亲 告到了派出所 罗玉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你怎么这么狠心 我妈之前对你那么好 你竟然要告她 我直接挂断 拉黑 由于事情影响特别不好 处理得就相对很快 我拿回了我借给罗玉的所有钱 我买的车和车的折旧费 我给他出的生活费 一笔结清 出了派出所 罗玉甚至很坦然 坦然中还带着一丝鄙夷 没想到 我们在一起五年 你心里只有钱 这样也好 我就知道 你没有多爱我 实话和你说 我一直想回老家发展 但你一定要在大城市闯出成绩 你太好强了 和你在一起太累了 我一句话没说 狠狠地 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扇了她一巴掌 然后掏出一万块钱扔地上 扬长而去 桥梁夸我撒气 雷厉风行地 就把渣男一家料理的 一败涂地 踩在脚下碾压 并且安慰我及时止损 看清渣男面目 是好事 我谢过他的仗义 他最近不眠不休地 在网上帮我喷人 很快 我就听见 他在那头打起了小呼噜 我挂了电话 跑去洗手间 吐得翻江倒海 五年时间 喂了狗 还被狗咬了 不痛吗 可能吗 但是我不能被别人知道 要是被他们知道 我一个星期没喝过眼 不知道累 吃进去的东西会反射性地吐掉 我就输了 我以为我受的委屈 是为了我们的将来 他却把他的无能和软弱 怪到我的头上 我回公司那天 妈妈来车站送我 我看着他白了一半的头发 发肿的眼眶 终于忍不住 抱住他痛哭 妈妈 我好委屈 他们怎么能这么对我 凭什么 我不明白 我头顶很快被打湿了 妈妈哽咽的声音发酸 我的音音是最棒的 是他们不配 一通发泄后 我上了车 妈妈隔着车窗给我加油 我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轨迹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五百万的彩票 我本以为是上天的馈赠 结果是一个警示 警示我逃离渣男 罢了 我只当是一个梦 但是 万万没想到 万万没想到 老天爷给我的礼物 才刚刚按下空头键 你的意思是 我掏空了讲池 讲池是多少钱 我刚才没听清 我颤抖着 几乎拿不稳手机 语调都变了音 小哥吹了吹额头 不存在的刘海 语调还是和之前 一样懒洋洋 五个亿 具体好像是 七亿四千五百六十三万八千九百二十五块 扣调税有五个亿吧 你用计算器 算算不就知道了 我翻着白眼 一把晕了过去 我做梦了 梦见我下班路过那家店 又遇上了那位头巾小哥 秋天了 他不带头巾 戴了一顶鸭舌帽 蛮文艺的 站在店门口 看着落叶发呆 很显眼 我不自觉地停下脚步 他也看见了我 看来你和你那白眼狼男友分手了 他蹦下台阶 眼睛亮亮的 我踢着石子 闷闷答道 你说话一直都这么尖锐吗 他摆手 大家都夸我帅 我笑出声 他满意了 又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问我 你上次买的彩票看了没 中了吗 我摇头 怎么可能中 我就是个蠢蠢倒霉蛋 他才不管 直接掏出手机 帮我查了起来 哟 真中了 哈 真的假的 两块还是十块 我伸头 则 得有五个亿 他伸了个懒腰 接下来的画面就很混乱 我一会儿和渣男罗豫在打麻将 他输了钱给不起 学乌龟在操场爬 一会儿我妈跳广场舞 变成了小兔子 一只熊把小兔子带走了 然后我又和头巾小哥吃烧烤 他手里的烧烤变成了人民币 醒醒 喂 醒醒 不行我欺你了 我猛地睁开眼睛 嗨 你怎么这么会挑时间 我都怀疑你故意的 醒了就赶紧的 得去巨室呢 我摸着头 从椅子上坐起了 去巨室干嘛 领奖那不是做梦吗 姐姐 什么做梦 你中了五个亿 是真的 而且距离失效期 只有三天了 你快点 我真的中了五个亿 坐在去巨室的车里 我还是心潮澎湃 难以平静 心脏狂跳 和中五百万 那会儿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五个亿 做梦都做不到的数字 五个亿 五个亿 五百万可以让一个人这辈子轻松一些 而五个亿 可以让人直接起飞 忽然 电话响了 我接起 血音 气死我了 我要给你租个最帅的呀 你必须来 是乔亮 听起来很抓狂 震得我耳朵痛 呀 我要呀干嘛 开车的浮下山 也就是鸭舌帽小哥哥 贴了我一眼 乔亮七嘴八舌的讲不明白 让我直接去看班级群 马上百年校庆 高二班主任刘老师 希望同学们聚一聚 群里七嘴八舌聊了起来 不知道谁提起了校舍很热 罗玉在群里说 要给学校捐一批空调 于是底下一片溜须拍马之声 哎 瑞雪茵现在肯定超后悔吧 没有好好珍惜这么有爱心的男人 不过就他那穷酸样 也配不上我们罗玉 还是我们陆云有贵人像 说话的人 是陈陆云的闺蜜 郭曼曼 言情小说中读者 嘿 陈陆云有贵人像 那你不就是陈陆云身边的丫头 我是这样想的 但是由于我现在中奖太兴奋了 一不小心 直接把心声发群礼了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郭曼曼急了 破口大骂 我看你就是极度 我可是听说了 你可是跟罗玉要了不少钱 老女 幸好罗玉发现了你的真面目 这下我是真的有点生气了 陈陆云适时地出来了 不要吵了好吗 大家都是同学 以前的事情 我和罗玉已经不计较了 雪音 聚会你会来的对吧 罗玉 陆云 谢谢你 一直这么善解人意 我放下手机 笑出声 去 必须去 面对面手撕渣男查女 不去都对不起他们亲手送上的机会 等红灯的时候 伏夏山忽然凑过来 微挑得眼角闪烁 鼻息交错间 我脸红了 富婆姐姐 带我吧 我比鸭更帅更厉害 厉 厉害 我目光下意识往下移 她愣了一下 不着痕迹地挪了挪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特别会吵架 嘴涕 找场子 窒息的十秒钟后 我们两个人都红了脸 那个 我把店里的玩偶套戴上了 一会儿你穿上领奖 哦 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 我假装睡着 担心一直砰砰跳 一直到我们走进彩票中心 才重新紧张起来 整个领奖过程 我好似梦游一样走完 直到我蹲在银行门口 看着网上银行显示的数字 才有了一丝丝的真实感 我来回数 越数越迷糊 好多灵 好多钱 之前想过很多报复以后要干什么 但此刻的我 脑袋还是一片虚空 只有幸福的充盈感 忽然 刺耳的手机灵把我的思绪打断 来电显示是张经理 我想也没想 直接挂了 姓张的是我直系领导 工作能力稀烂 靠着拍马屁上位 唯一擅长的就是职场霸凌 我因为之前反抗他抢我客户 一直被他穿小鞋 他还定了很多丧心病狂的规定 其中一条就是 无论什么时间 不接他的电话扣一百工资 数不清有多少次 我在周日早上睡得最香的时候 被电话铃声吓醒 汗毛直立 心脏紧缩 但还是为了生活 为了梦想 一次次妥协 但是 老子现在有钱了 我不忍了 挂断 拉黑 关机一条龙送给他 爽 工作 去他的工作 老子就是不上班 巴士的板 扶下山也乐得不行 他笑的样子 像急了严谨俊二电影里的男主角 其实有件事 我一直在考虑 翻来覆去 终于还是说出了口 扶下山 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也中不了奖 我分你 他整理了下卫衣的帽子 天头一脸细虐地看着我 哦 你要分我多少 我大胸 嗯一个一行不行 他一脸认真摸着下巴 我结结巴巴解释道 不要嫌我小气 毕竟这个彩票嘛 是我出钱买的 而且这么多钱 真的也舍不得 而且 我声音越说越小 眼巴巴看着他 呼的 我眼前一黑 原来是他把鸭蛇帽 扣在了我头上 他静瘦的手指挑起帽颜 眼神温柔且诱惑 姐姐 我不要你的钱 但姐姐可不可以雇我当贴身助理 我可以帮你挣钱哦 这真的很难拒绝 他拒绝了我的一个亿耶 我迷糊了 真的有人可以拒绝一个亿 私人助理 看着他白皙俊秀的脸 我努力把一些过不了审的内容 踢出大脑 我拍拍发热的脸 镇定下来 朝福夏山伸出了手 我觉得 我此刻像言情小说的 霸总一样潇洒 恭喜你入职 请你吃大餐 然而 一个小时后 我和我福夏山 灰溜溜地 被拦在了三星米其林法餐的门口 得 霸总秒遍爆发户 要预定 现在一个空位都没有吗 服务生带着商业笑容 十分客气 不好意思女士 我们只接待预约的客人 您可以先预约 下次再来 通融一下可以吗 现在还不到餐点 预留的VIP包应该有的 价格高点 我可以接受 服务生的表情 好像我在异想天开 稍微有点不耐烦地刷着iPad 头也不抬回道 不好意思 VIP要累积消费三十万以上 才可以开通 您目前应该没有达到等级 福夏山去接个电话走远 正当我考虑要不要冲钱时 后面传来熟悉的声音 不会吧 真的有人不知道 高级餐厅需要预定 陈璐云无嘴笑 罗玉站在旁边 一脸高傲 看到我脸色有点不自在 不是吧 这也能碰上 不知道这是我倒霉 还是他们倒霉 陈璐云撩了把头发 温和的笑容下 带着不着痕迹的鄙夷 我们定了位置 要不你和我们一起吧 毕竟这样高档的地方 你一辈子也来不了几回 我带你开开眼界 哦 气氛到这里 再沉默就不礼貌了 我想起了这句话 陈璐云 你要秀优越感 还非得拉踩别人一下的样子 我顿了顿 学着她的标志无嘴笑 又茶又虚伪 她瞬间恼羞成怒 仗红了脸上前 我做好要战斗的准备 却猝不及防 落入一个温暖宽大的怀抱 我一抬头 只能看到浮下山利落的下恶线 和微微颤动的喉结 她清爽的的嗓音响起 带着明显的不悦 这位大姐 你要对我家音音做什么 这可不是你家村口 对面两个人变了脸色 罗玉死死盯着浮下山 而陈璐云却是愣住了 不仅没生气 甚至有点震惊 还顺手理了理裙子 我眼间 看到她耳朵红了 罗玉上下打量浮下山 看不到什么名牌 便直接看向我 十分鄙夷愤怒 你真是自甘堕落 学富婆包小白脸 这么快和这种男人滚到一起 挺放荡啊 以前和我装什么贞结烈女呢 我感觉身后浮下山的气息 陡然冰冷了起来 不能连累她 我毫不客气 拿起一杯水 就朝罗玉泼了过去 注意你的说辞 娱乐媒体人的联系方式 我还留着呢 怎么 还想火一把 罗玉脸色万紫千红 知道在我这里讨不到便宜 恶狠狠擦了擦脸 趁着钱没被掏空 和你的小白脸 开个一百块钱的宾馆 多快活快活吧 然后 她被陈璐云硬拉着 往餐厅里走了 我长出一口气 拍了拍福下山 不好意思道 咱们换一家 这里进了两只苍蝇 看着恶心影响食欲 她温柔地捉过我的手 轻轻妈撒下 在我耳边轻轻道 没事 姐姐 咱们就在这里吃 我帮你把苍蝇赶出去 在我愣神之际 她拉着我大步上前 那服务生看到我们过来 这次直接不耐烦了 皱着梅十分不客气 不是说了吗 梅预约不接待 你们还是把钱收着 去楼下吃点便宜的 也省点钱 别这么虚荣好吧 福下山从怀里掏出一张卡 在那服务生面前晃了一下 一个眼神都没给她 叫你们经理来 这时刚好经理出来了 看到卡利克上前鞠了一躬 拿起传呼机说了什么 我没听清 下一秒 休息区里 罗玉和正在自拍五百张的 陈璐云被礼貌地请了出来 看来 今天是他们倒霉 门口摆出一张牌子 今日必电 然后 十几位西装笔挺的服务生 站成两排 微笑热情地引导我 我牵着福下山 三十块的帆布鞋 踩上了柔柔的羊绒地毯 恍恍惚惚进了店 陈璐云气急败坏 一副不死不休的架势 不是说必电吗 那凭什么他们可以进去 把我们赶出来 我会告你们的 余光里 我撇到罗玉 甚至和服务生 还动起手来 但他那细狗身材 两下就被拎了出去 又狼狈又好笑 而我接过英俊 法国主厨的玫瑰花后 才缓过神 内心震动 我们怎么进来的 福下山双手支着头 烛光映美人 笑得狡黠 有点小关系罢了 姐姐咱们谈正事 她递过来一个平板 上面有一些项目文件 我能看懂的是一份 天使轮融资商业计划书 你是风投经理人 你的意思 让我投这个仿生项目 这个项目很冷门啊 我大学就是学生物的 这种东西真的能做出来吗 我不是 但是经理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如果你相信我 投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是个鬼才 他会让你的资产翻几番 我仔细看了看所有的资料 心里按惊 这个研究确实厉害 于是我在福下山和经理人的分析下 下了决心 大手一挥 下落附体 头 两个亿 看着我埋头千字 扶下山低声靠近 姐姐 你也不怕我骗你 这可是两个亿哦 我目光灼灼看着她 我相信你 真的 而且就算赔了 我还有三亿呢 她扑痴笑出声 你呀 现在还是对钱没概念 才这么有 幸好是我 不然 后面她说什么我没听清 但是我明显感觉到 她有点落寞 我正打算询问时 美食上桌 干事熟成的牛排入口即化 牛肉竟然可以做出棉花糖的口感 黑松露的味道很奇怪 甜点细腻清爽的 让我几乎哭泣 呜呜呜 太好吃了 参饱饭足 我松松筋骨 今天 我要花个够 我要血拼 爱马仕湘那儿上眉 我来了 我气昂昂 熊啾啾 走进之前连靠近 都不敢靠近的奢侈品店 今天的贵姐 一看就是消灌 一眼识破了我的实力 不像那位 已经丢了工作的服务生 殷勤地 为我端茶倒水 我十分识趣地买了挂饰丝巾 成衣 手镯 项链彩妆 还偷偷给福夏山 买了十条领带 然后 我指着墙上的一排包 对着贵姐微笑道 每款来一个 都要白色 我可以等 现货有的 现在就包起来 心满意足 大包小包 从店里出来 在我洋洋得意时 我听见身后的贵姐 悄悄说 我就知道 这是位富婆 不然怎么会有 这么帅的男人 陪着在工作日逛街 我脚下一顿 瞅着偷笑的福夏山 脸从脖子红到耳朵根 太射死了 夜幕降临 我搅着总统套房的 浴缸里的泡泡 喝着红酒 看着巨大落地窗外的 城市霓虹 不禁感叹 这下死了都值了 旁边福夏山的身体 僵硬了一下 又很快恢复 笑着给我地狱袍 别说不吉利的话 姐姐 我还要跟着姐姐 吃香喝辣呢 我有点恍神 觉得她 总是不经意 就流露出悲伤 不知道是不是我敏感 她看着我的时候 有种患得患失的落寞 姐姐 姐姐 我回过神 她拿着毛巾 俯下身 脱了外套 锁骨若隐若现 眼神发暗 姐姐不是要洗澡 怎么不接毛巾 要我留下帮忙吗 随着关门声的 是我乱跳的心脏 和她放肆的笑声 什么悲伤 什么患得患失 臭弟弟 一夜香甜 早上熟悉的电话 铃声响起 是妈妈 我愉快地接起电话 本来想当面 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但是我憋不住了 现在就想告诉她 她要和她的女儿 一起过上好日子 不用辛苦工作了 喂 妈妈 我有好消息 要告诉你 小音 我是陆阿姨 她工作的那个鞋厂 说她偷东西 要开除她 还传得沸沸扬扬 你妈妈气得昏倒了 你快回来 什么 我马上回去 妈妈怎么可能偷东西 这是诬陷 她在厂子里工作一辈子了 做了一辈子好人 究竟是谁 她心脏不好 万一我不敢想 我慌乱中撞倒椅子 福夏山听到动静敲门进来 我边收拾边和她说 急得快哭出来 她二话不说 立马帮我退房收拾 带着我冲到停车场 我哽咽着坐上车 她不停地安慰我 究竟是谁干的 我妈妈不可能偷东西的 福夏山一边飙车 一边沉思 忽然 她问我 厂子的老板是谁 我愣了 猛地坐直 厂子的老板 是陈璐云的二舅 车窗外戚风苦雨 直到福夏山 硬生生掰开我的手 我才发觉 手心一片通红 想起昨天 陈璐云阴暗的眸子 我有些悔不当初 为什么非得招惹他们 硬犯君子不犯小人 别多想了 就算你饶过他们 他们也不会放过你 这种事不可避免 你别太内疚 福夏山轻轻开口 她好像总能想我所想 我常常呼一口气 稍微平静了些 但是 那两个人 这次我不会再手软了 冲进医院 却在走廊上杀住了脚 看到母亲挤在乱哄哄的四人间 一脸苍白 还是忍不住哽咽 我转头找护士 把我母亲转到VIP房 快点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原来有钱这么重要 我爸爸很早就去世了 他一个人带着我 怕别人说闲话 硬是一个人扛起了这个家 好不容易熬到我长大 他本来可以领着退休金 像大多数人一样 过着闲散轻松的退休生活 但是为了支援我的梦想 退休后还进场打工 挣的钱都贴补在了我身上 想到这些 我有什么理由原谅他们 妈妈见了我 先是高兴 然后终于 委屈地落下泪 上次见他哭 还是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 我心里一酸 他太苦了 宝贝 妈妈真的没有 我怎么可能偷鞋子出去卖呢 我这么多年都熬下来了 现在却落了这么一个名声 让我怎么出去见人 妈妈不哭 我知道的 我都知道的 我一定会帮你查出真相的 哎 人家家大业大 和上面有有关系 咱们惹不起啊 咱们算了吧 妈妈跟你走吧 不待在这里了 我恨得咬牙 或不及父母 我不可能让他们毁了我妈妈的名声 不可能 我和妈妈相拥而泣了好一阵 一张纸巾事实的出现 阿姨 擦擦眼泪 你放心 我们肯定会帮您恢复名誉 音音 你也快告诉阿姨 你的好消息 我妈愣了一下 看看彬彬有礼的福夏山 又看看面色潮红的我 神情复杂 音音 你不会怀孕了吧 妈 我七嘴八舌地解释了半天 妈妈终于相信了 我中了大奖 身后的男人也不是小白脸 是我的投资助理 她待着了有十分钟 整整十分钟 然后猛地一拍手 哈哈大笑 把我都吓一跳 太好了 太好了 没想到我们家还能走这种大运 真是太好了 这群王八蛋 快 好闺女 给妈报仇 我要和重生逆袭豪门大小街归来里的女主角一样 华丽归来 打脸坏人 我 我妈平时看的都是啥 其实来的路上 福夏山和我已经想好了怎么弄倒场子 不得不说 福夏山是真的黑呀 这个男人 恐怖如斯 但是如何恢复我妈的名誉 还得考量 我问妈妈 有没有场子的丑闻和把柄 我妈一拍大腿 双目燃烧着八卦之魂 厂长和会计两人有一腿 他们在办公室乱搞 被修电脑的撞见过 修电脑的小陈 是我以前单位熟人二大爷家的儿子 这是厂里怕是没几个知道 我和福夏山相视一笑 这不就有了 好戏登场 很快 同学会 我走自信地出家门 天空一声巨响 老娘闪亮啊 家门口的小路上 突突突突的巨响 翻滚的黑烟 福夏山戴着一顶草帽 坐在拖拉机上 十分逍遥 我摘下墨镜 太阳穴隐隐作痛 我要你低调点 但也不至于这么低调 他敏捷地跳下拖拉机 向我行了一个优雅的摘帽里 我扑哧笑出声 他也玩耳 逗你呢 这是我收缴的抵债物资 先停你这儿 敬爱的领导 咱们可以出发了吗 我拽着他的领带 把他扔进了昨天刚到的911K4 我心爱的白色小跑 坐上副驾 他扭过头 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惊艳 你今天真漂亮 我老脸一红 看了看自己 Burbert的尖头芭蕾平底鞋 Carolina Herrera的镂空针织 针丝白色上衣 Valentino的黑色西裤 没戴什么首饰 只配了孔雀Picock手表 浑然天成的精致 利落干净的体态 我站在镜子前的时候 也愣神很久 惊叹于高级时装的魔力 原来 得体的剪裁和质感十足的面料 真的会让一个人 变成另一个人 电影裁缝 高级时装裁缝 Tilly重回故土复仇 他戴着宽颜的白色礼帽 点了一根烟 站在荒芜的村庄前时 他说了一句话 我把那件三十块钱的连衣裙 扔进垃圾桶时 缓缓吐出了那句台词 I am back You bastards 我回来了 你们这群咋种 我来得迟 进包间的时候 基本所有人都到了 我刚要推开门 听到里面在谈话 停了脚步 学霸 以后多提携下老同学啊 我可是听说了 县里领导很器重你 前途无量 前途无量 一个男生夸张的恭维 听得让人起鸡皮疙瘩 我记得他 古君 上学那会儿 总是欺负班里贫困生 现在看来 越发人渣了起来 哎呀 幸好和那女人分了 她从上学那会儿就孤僻 缠了罗哥那么多年 也就罗哥不和她计较 要是我就告她勒索 看 这都几点了 没来怕是不敢来了 十分做作的女生 拍马十分娴熟 她余音未落 我怕推开门 笑咪咪环顾一圈 大家聊得挺开心啊 人群瞬间鸦雀无声 尤其是围着罗玉 和陈璐云的那几人 神似老八 继续说呀 怎么不说了 那个许珊珊是吧 你欠我的八百块钱没还 就把我拉黑了 好几年了 要不现在先还我 我边说 边夺过桥亮手里的酒瓶子 眼神示意她安心 这虎丫头 我再晚点到 她能和这群人干起来 结果 她呆傻着看着我 半天蹦出一句 哇哦 你哪位 我送了她一个脑瓜崩 许珊珊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狡辩道 我就是忘了 同学间谈什么钱 我缺你这几个钱吗 你怎么这么不讲情理呢 刘老师一拍桌子 好了 都别吵了 瑞雪音 你怎么一来 就和同学们闹矛盾 还有没有把我这个班主任放眼里 对于一个偏心好学生 优待有钱学生的人 我还真没放 我在门口的椅子上坐下 罗玉先是眼里闪过一丝惊艳 又立即变成了阴冷 陈璐云则怨恨地看了我一眼 就往我身后看去 目录期待 但很快变成了失望 班主任在滔滔不绝地发表着感言 期间提了十几次罗玉 说他不忘本 回馈母校 以后一定是人中龙凤 听得我只想笑 一个高中教好的同学 白和在偷偷看我 看我望过来 他红着脸说 你今天真漂亮 真的差点没认出来 我觉得你这身真好看 比陈璐云有气质多了 乔亮也附和道 是啊 你一进来 我都没认出来 其实你一直都很漂亮 只是不打扮 姐妹你今天绝对全场MVP 我笑着接受他们的善意 几百块钱 连牌子都没有的淘宝货 和搬花的地家套装笔 真是笑掉大牙喽 白和我看你是穷得连大牌都没见过吧 白和是农村出来的孩子 被许珊珊这样一说 瞬间白了脸 我就是觉得好看 我确实不认识什么大牌 只是实话实话 白和辩解了一句 结果受到了更猛烈的嘲笑 我撸起袖子要理论 白和在桌子底下拉住我 轻轻说 你别理会他们 都是一丘之和 产起来还是咱们吃亏 不值为他们生气 我想起来 白和 许珊珊和古君 还有刚入职的罗裕 都在招商引资部门工作 难怪古君和许珊珊 那么溜舔罗裕 恐怕白和平时 没少被他们欺负 我冷冷盯着许珊珊 抬起手机 发了一条短信 忽然听见有人叫我 锐雪音 你给罗裕道个歉 老师就原谅你 什么 刘老师语气已经不耐烦了 但还是一脸柔怀 锐雪音 你给罗裕道个歉 老师不希望交出一个物质的坏学生 你要明白老师的苦心 我一字一句 看着那圆饼子脸 既诚恳 又大声道 二十万就能在你这里买公平 老师 你眼皮子这么浅吗 我话音一落 基本上所有人都变了脸色 也有几个暗暗叫好 老刘一杯酒都洒了 瞪着我 你什么意思 我直接杠上 我说您见钱眼开 不变是非 一把年纪连脸都不要了 老刘气得直翻白眼 罗裕掺着他 假惺惺看着我 你真是道德败坏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我就是看透了你这样的嘴脸 才和你分手的 我捐二十万给学校 就是为了报恩 你有本事 也捐二十万 陈璐云赶紧上前 语重心长 是啊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们呢 你不是从罗裕娜拿走了十五万吗 这样 你把十五万捐出来 我们就不计较今天的事 刘老师也会原谅你的 好家伙 原来在这里等着挖坑买我呢 那钱会进谁的口袋 乔亮忍不住了 憋不住道 别在这里道德绑架 陈璐云露出鄙夷的笑 他不是要公平吗 把钱拿出来 给你公平 我把乔亮揽到身后 似笑非笑 环视一圈 对着老刘开口 我今天拿个一百万出来 你让罗裕和陈璐云 给我道歉怎么样 短暂的沉默后 是哄堂大笑 他是疯了吗 他哪来的一百万 他要是有一百万 我能捐一千万 罗裕笑了 行啊 没问题 可是你要是拿不出来怎么办 陈璐云无嘴 那就跪下来 给老师和我们俩道歉 我们就原谅你 乔亮有些慌 悄悄拽我 算了吧 咱们走 老刘不紧不慢地 争了一杯酒 瑞雪茵 本来说 你把不义之财拿出来 做善事老师 就会原谅你 但你今天的表现 我很痛心 你说 你妈是怎么教你的 果然 单亲家庭的孩子心里 都不健康 许珊珊像是抓住了什么 兴奋地宣扬 你们还不知道吧 她妈 好的 我现在是真的生气了 你们触犯到了我的底线 我冷笑砸碎酒瓶 具想让全场人呆若目击 注意你们的说辞 这是我正要和某些 栽赃陷害的人 好好解决解决 谁撞枪口 今天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许珊珊掖住 这时 门又一次被打开 扶下山一身黑色条纹西装 温和的气质染上一份冷硬 她扫过众人 语气压迫力十足 谁在欺负我们家音音 我看着脚底的酒瓶子 呃 其实看起来是我在欺负人 许珊珊委屈道 明明是她 又是顶撞老师 又威胁同学 扶下山根本没有理她 直直走向我 周围一片窃窃私语 天哪 她好帅 不是吧 她是她的男朋友吗 这罗豫和她比可差远了 我怎么看她有点眼熟 是在哪见过 我瞅着陈露云惊恶 而罗豫脸都黑成驴屎淡了 她刚要发作 但是看到门后面又进来的人 瞳孔一缩 瞬间变脸 校长 领导 你们怎么来了 罗豫尘陆云许珊珊 还有古君 纷纷迎上去 白河犹豫了一下 也站了起来 我坐着没动 扶下山站在我身后 悄悄在我手心画了一个圈 痒痒的 我好担心你会吃亏 幸好 她的呢喃 在这种情况下 竟然分外缠绵 一堆人堵门口 罗豫和老刘分外殷勤 罗豫哈腰地烟 春风满面 还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这要巧啊 王校长和邱主任 也来这里吃饭 来来来领导们上座 老刘挤过去 和邱主任握手 邱主任久仰久仰 我是罗豫的班主任 他是我培养出来的 最优秀的学生 他为学校捐二十万 也是我从中牵线的 是吧 王校长 邱主任不嫌不淡 王校长脸色很不好 但是那几人没有看出来 陈璐云还对着邱主任发点 邱叔叔还记得我吧 我舅舅邱主任四十来岁 经受干练 此刻皱着眉 直接打断他 我不记得 别乱攀关系 我刚才在门外听见 你让他给你跪下来道歉 陈璐云一下子结巴了 他不懂为什么邱主任要提到我 啊这 就是开玩笑 您不知道这个人 他骗了罗豫很多钱 我就想出出气罢了 您别误会 邱主任眯起了眼 王校长直接吼出来 胡言乱语 瑞小姐给学校捐了一百来万 会骗你那几十万 简直一派胡言 陈璐云花容失色 声音都劈差了 什么 我感受到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我身上 我努力控制好我的表情 尽量显得淡定 接过扶下山地过来的纸巾 擦了擦手 罗豫一脸不敢置信 脱口而出 不可能 你哪来的钱 我依旧淡淡的 挣的 拼运气和人品来的 邱主任十分失望地看着她 什么不可能 瑞小姐还给咱们县的招商引资 做出了大贡献 你们几个这么久 没解决新能源厂的建设引资问题 而瑞小姐不仅谈下了厂商 还追头扩大了规模 哎 我听她说了你们的事情 你也太不厚道了 幸好她没怪罪 没影响项目 我对你很失望 其余人自觉告辞 包间内就剩了我们几个 邱主任和王校长 硬是把我推上了上座 现在 我不用看更何人脸色 老刘已经说不出任何话来 贪坐在椅子上 我喝了一口茶 慢悠悠道 我捐了 是不是有人 该给我道歉呢 罗豫和陈璐云拧在哪里 不动 邱主任重重地把筷子拍在了桌面上 罗豫抖了一下 终于 僵硬地开口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我心里没有想象中的爽快 只有物是人非的悲凉 她选择了现实 又败给了现实 我看了她很久 慢慢转过脸向陈璐云 你呢 陈璐云扯着脸 我好像和你没什么关系吧 你们之间的事情 我不参与 则 真清高 哦 你确定我妈的事 和你没关系 我盯着她 她脸色一变 电话响了 她接起 没过多久 嘴唇都抖了起来 福夏山这段时间 接近那位会计 拿到了厂长出轨的证据 然后发给了原配 果不其然 那位泼赖原配 不去教训老公 却来报复她 而厂长视而不见 每宴会计一怒之下 把厂子违规的证据 卖给了我们 这其实很简单 玩弄感情的人 总有天会在上面跌跤 我试试开口 我给你机会 去洗清我妈妈的清白 你舅舅的厂子 你和罗玉也占了骨 不想血本无归 你知道怎么做 她气急要上来打我 被福夏山一把抓住胳膊 她一脸委屈 竟然和福夏山哭诉了起来 你竟然帮着这个女人对付我 你是不是把我忘了 啊 什么瓜这是 福夏山面无表情 我不认识你 大姐 陈露云更崩溃了 我们放学走过一条路 我给你写过信的 白河突然指着福夏山 我想起你是谁了 你是敌我们一届的 那个帅哥学霸 我震惊地看着福夏山 他竟然和我们是校友 他为什么不说 他怂怂间 放开了陈露云 陈露云咬牙 跑出去打电话了 所有人都看向罗玉 怎么看他的头发都是绿油油的 接下来 我和两位领导 切实地谈了项目的细节 罗玉得知我投了两个亿 整个人都不好了 不过这人 要说他牛逼 他是真牛逼 没过多久 他竟然就恢复了 竟然也主动参与了项目的讨论 还和我谈笑风生 好像之前卑微道歉的人不是他 我能明白 这个项目如果成了 升职那是板上钉钉 我咳嗽了声 对了 我这个项目 你们那边得有个靠谱的人跟进 白河来吧 我觉得他不错 邱主任点头 小河是不错 做事细心负责 罗玉急了 主任 不是我一直负责这个项目的吗 邱主任冷着脸 你 爱 再锻炼锻炼吧 白河热泪盈款地看着我 他终于有出头的机会了 这是他善良带来的报答 谈话结束 我和福夏山走到半路 被罗玉拦住 音音 我们能谈谈吗 这个称呼叫得我一阵肉紧 但我还是想知道 他要干嘛 便过去了 到了角落 他一把抱住我 音音 当初是我不对 是我昏了头了 陈璐云他根本不爱我 我只是被他迷惑了 我知道 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是你 我们复合吧 一起实现 咱们当初的梦想 我趴地关掉录音 发给了陈璐云 然后 用力地朝他的当步 来了一脚 转脚 我牵着浅笑的福夏山 闻着他身上好闻的青草薄荷味 洗涤了身心 不久 妈妈就得到了场子的道歉声明 他神清气爽地出了院 听护士说 他早就恢复了 在医院没走 是因为看小说 看入米兰的洞 他开了好几个小说平台的会员 说要好好学习有钱人的派头 我订的薄金包和康康全送给了桥亮 他哭得像个一百斤的傻子 好姐妹 其实是我要谢谢你 锦上添花意 雪中送探南 我都记着的 我按照承诺 没有举报工厂 但是 我可没说 我不采取其他措施 在福夏山的各种操作下 我以市场价三成的价格 成了工厂的新主人 我赶出了整天在家 看小说的老妈 让她去厂子过把领导引 她竟然干上头了 效益十分不错 我老妈现在出门就是司机 自诩城乡结合部女企业家 新能源基地也正是洞土 为了让配套设施完善 让员工们多点娱乐 我在附近争了一块地 盖了一个洗脚城 可能是巧合吧 那块地是罗玉家的祖宅 听说罗玉他妈几番上门纠缠 被我请来的门卫赶了出去 罗玉被查出贿赂 免职辞退 名声也臭了 没有单位愿意要她 鬼使神差 不知听了谁的话 去投资 赔得一干二净 陈璐云在一个半夜 卷了剩下的钱 跑了 五百万的美梦到此为止 不过我已经无心管这些事情 刚解决家乡的这些事 我的电话就被打爆了 我投的仿生物研究公司 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震惊了整个医疗界 无数人想高价买我手里的股票 都被我一一回绝了 我和创始人吃了几次饭 他是个不善言辞 且古怪的人 乱糟糟的头发下 是一双明亮的眼睛 他邀请我成为他下一个项目的合伙人 短短时间内 我的资产翻了几番 当初的忐忑已悄然不在 南国的海岛 阳光清亮 夜林飘香 我坐在度假别墅的办公室桌前 拿过最新的资产报告 接近两百亿身家的我 发出了悠悠长探 签文件真的好累啊 我想出去游泳 扶下山头也不抬 奋笔急飞 短袖山林口露出漂亮的锁骨 不行 所有报告都要细细检查两遍再签字 你看 这里又签错了 重做 我趴下歪着头看他 终于问出了声 我们在很久以前 是不是见过 他停顿了一下 很快回答 可能吧 别打岔 快干活 我只好乖乖签字 晚上睡着后 我又做了那个梦 梦里的我没有遇上浮下山 再中了五个亿后 我和罗玉复合了 一开始家庭是美好的 但慢慢的 我的财产被转移 罗玉出轨了沉露云 再也不回家 婆婆每天在家催我生儿子 妈妈帮我上门讨说法 踩空楼梯 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 有一天 我走在大桥上 偶遇了一位 穿着黑色套头卫衣的男生 低着头看不清脸 他再抬一首 我很喜欢的歌 白歌 我驻足欣赏了一会儿 他剥弦的时候 我注意到 他食指的中指节 有一颗小质 我把身上所有的钱 都放在了他面前 然后 我走到桥的尽头 一跃而下 从梦里惊醒 恍惚间 一只温柔的手 轻轻擦拭我的额头 另一只手揽住我的腰 又做噩梦了吗 我云长呼吸 对上扶下山担忧的目光 揽上他的脖子 把玩他的手指 他的食指的中指节上 也要一颗小质 他蹭了蹭我的额头 给我唱歌 我缓缓安心睡去 我不问了 现在的一切 就是最好的 我会讨论的目光 我会讨论的目光